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A Diary 我们这支影片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今年2024年的台湾国际创意文具展 它今年有超过250个品牌进驻 据说现场是有超过600个摊位,非常盛大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到底会有什么样子的好文具吧 对于文具控来说,暑假最大盛事之一就是要来参加文具展啰 今年突破了去年规模,非常值得一逛 那因为我今年也有帮忙品牌摆摊 所以这次先带各位来逛一下设计完创意展区 首先当然要先来到描大浪漫为美的展间啦 现场还有挂画可以欣赏 印章的展示,特别是把纸张做旧 整体看起来很有年代感,超级美丽 那先前离品展,喵大师一口气推出了7款纸胶带 这次文具展又推出6款啦,创作力惊人 我们比较常看到小花小草门的呈现 这次出了这两卷好可爱的花的孩子 在花朵中出现的小仙子 先前涂透的时候就爱疯了 实体更讨人喜欢 盒子和PET版本都搭配玫瑰金呈现 彩虹好朋友出了1和2 1会出现红蓝黄紫色的花花搭配小鸟小蛇 盒子版本用玫瑰金点缀 PET则是银河光 画面上拍不太出来,不过实体呢 是一种像是光照水滴的美感 那彩虹好朋友2呢 它有大大的蝴蝶结 我很喜欢这个元素 盒子版本和前面的几款不一样 是古铜金 那PET是用玫瑰金 看起来也是高级感十足 现场还有限定的压克力吊饰共4款 是不是也很吸引人呢 那说到压克力吊饰 丸子这次是和Jean Art推出了 躲喵喵亚克力吊饰 总共有6款小喵喵 鲜罗喵、冰屎喵、湖白喵、小橘喵、小黑喵和小白喵 它们两面的表情不太一样 还各自搭配了小鸟、小爱心等配件 到底谁会拒绝这么可爱的大眼小猫呢 那另外啊 这次主要还有推出现装笔记本 一共有8本分成两种尺寸的现装笔记本 先来看这一个款式 封面是这一种淡雅的底色 各自搭配了不同的小动物主角和标题字的烫金 翻译下有64页淡淡的米色方格内页 是比较紧约的款式 那另外这4本只有9.5乘以17.5公分 小巧尺寸的笔记本 内页全空白 封面有4种风格 看你喜欢单纯的花花草草 还是小动物的陪伴都神好看 那5款新的烫金明信片 都是这一种颜色很温柔的路线 我觉得它不只适合拿来书写或收藏 像这个粉红小猫咪款啊 如果应用在洗帖上面的话 一定会很多人抢着要收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写信的习惯呢 我个人很爱写字 所以信封信纸和明信片对我来说 都是实用的产品 这4款信封信纸组分别走红绿蓝黄色系 各自也搭配了可爱小动物来呈现 至于之前在离拼展有买过的素材纸 我在先前已经有拿来做信封和拼贴了用了不少 所以这一回又来补货避免我的国库空虚 OK这次文具展 我在马路口小画室的摊位帮忙 非常想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很可爱的设计 各位踏进来的时候 不晓得有没有发现哦 整间店它其实就是甜点铺 看一下这些可爱的柜子 非常欢迎大家拍照拍报 那我最喜欢的新品呢 当然是3款PET啦 小动物商店街道 有咖啡厅、文具店、花店和服饰店等各种商店 以及它所对应的陈列品 精致又可爱 那商店街的游客们呢 是小动物和小女孩游客一起出现的呈现 只要简单拼贴 就可以营造出一种温馨的绘本感 至于小猫水果茶 有茶包 还有茶包对应泡出来的饮料 用在小卡制作方面呢非常适合 好,那我之前呢 还有买了小猫咪的替换世界幅印章 这次出了兔兔款 没有办法割舍 还好呢我第一天就把它带回家了 因为最后一天呢现场是卖到没货 至于压克力小夹子和小吊饰们 还有这些小贴纸新品都很热门 当然还有拼图和塔罗牌 也是大家驻足欣赏的商品之一哦 裴裴的小兔子也只是我很喜欢的收藏品 这次我最想要的 是他们和十区纸品联名的手超纸小兔 各位看一下这些小兔子 像是不同口味的饼干一样 不只长得可爱 身上还有不同的纹理感 刚开卖不久很快就没货啦 那再来就是小兔与新印章 长得可爱 包装也很可爱 那小兔子贴纸的新旧款摆在一起 也很适合手照迷们来使用哦 继续来看一下微风化饰的日系复古风格 这次有什么样子的小可爱呢 两款新品纸胶带 是复古感十足的盘子和杯子 那新品举目印章有四款 看起来是可爱的品牌标签 那文字旁边的外框呢 也很像是精致的盘子 还有这一种从日本红到台湾的 标签纸卷小贴纸 微风化饰有三款 各位看得出来 它中间这一款是昂姑柜吗 最后呢 是好漂亮好可爱的 Tea Time印台 这适合纸上旅行的联名款 六种颜色 带来茶类饮料的缤纷感 很适合我们这一种 喜欢喝茶的老百姓 那纸上旅行推出的转印贴纸 非常的烧 有这一种文字款的 时尚图纹搭配的 以及和书体的联名款 这个系列的纸胶带结架了 实景文字 还有这一种利落时髦的插画 那至于品牌自己的新品纸胶带 有很多很百搭款的素材 可以营造出都会设计感哦 赶紧手刀购入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姑姑 这是左翼孤岛系列的立体刺绣作品 在孤斑的部位 它使用的是夜光线 所以照光之后呢 会在暗处发光 整体的制作时间至少需要一个月 是非常精致的作品 还有这只水母呢 也同样是夜光闪亮亮系列 那我们画面上看到这些呢 都是刺绣维钩作品 全部一针一线手工制作 所以数量非常的少 那我是发自内心 非常佩服创作者 拥有极大的耐心和细心 才可以让我们欣赏到这样子的精美作品 再来这是我第一次认识的品牌伊莉 看到12星座这些系列的女孩子们 觉得很宁静很有气质 那我再好好的一看 诶不得了啦 立体的小可爱好吸睛哦 各位看一下这些猫咪印章 都是3D列印 树脂工艺制作 在一个一个打磨上色才制作完成的哦 有这一种不知道在盯着什么的黑白猫 炸毛猫和慵懒的猫 都非常的讨喜 那至于这位咖啡色的朋友呢 是叫做树干小怪兽 他头上的帽子竟然是非碟叶 那因为他也很喜欢蘑菇 所以他刚好就和旁边的左翼摊位 当了好朋友 说到小带质呢 就一定要来看一下小裸男们 本来我一直很期待小裸男出贴图 可惜最后没有过选 不过呢 这些小裸男全部变成贴纸啦 24位小裸男 尸体超可爱的 还有这一种被灯光照了以后 会散发荧光的便条本 超爱 他们呈现出一种 威胁幽默的放松感 带来一种自在的快乐氛围 你各位都应该拥有 那说到灰蟹呢 唐呼噜姑娘的设计也不遑多让哦 把传统老画作和宫廟类的艺术元素 进行改造和创新 可以看见很多有趣又可爱的小作品 像是符指拉 还有和生殖器官有关的平安符小代代 也有和美少女战士相关的灰蟹设计 看了就会心一笑 觉得这个创作者这么有才华 真的很有罪 我们先前介绍过的吉纹考古 把传统建筑设计当中会出现的吉祥元素 转换成了新的创作概念 他们这一次DM也很用心 做成可以玩的大富翁 陈内说是从很久以前的老电影 获得灵感的 走一个丛林冒险风 别出心裁 那我们先前看过的几位吉寿 依然是可可爱爱的 这一回有新的角色 就是这个祖孙花 目前吉文考古出了很多使用系的小物品 像笔记本啦 小袋子 零钱包等等 都是很值得入手的文创小物 希望未来可以看到品牌 有更完整的世界观 让大家认识更多的新角色 我们进入到这个充满动物的小世界 就知道我只在乎你来啦 除了品牌出现度最高的小猫猫之外 在这边要找小狗 小刺猬 猫熊等各种生物都有 而且这种转印贴纸呢 可以直接应用在水杯和安全帽 这类物品上 你不要可以去抠它 就可以存活很久 很适合各位购入 来替自己的小物增添辨识度 那今年首度参与文具展的Pink Hoy 呈现来自日韩的十多家文具品牌 在台湾的文具展 也可以看到一些海外元素 展现了文创不分国界的样貌 之前有分享过 来自韩国的品牌 拥有非常多美丽的妹子 我之前是和朋友们 买她们的贴纸来分装 这一次就直接扫货的感觉 真的是超赞 不只少女贴纸很吸引人 铁盒贴纸 还有铁盒扑克牌也很厉害 现场还有30个初学者限定礼盒 我以为我10点刚开卖就首刀来买 绝对快是第一名 没有想到啊 结账的时候啊 前面就已经有光速大神了耶 好 接下来是来自日本的纸意品牌 是这种有点浪漫 有点可爱 有点复古感的氛围 拥有小熊和小花这些元素 是不是也很吸引人呢 素材纸这么大包 这么大张 用来拼贴或做成信封 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 还记得我们先前 在东京的影片里面呢 有拍过一家 制作很多圆装印章 我们还买了小本日历的品牌吗 他们来到台湾亮相咯 给各位看一下这种 手工感强烈的小可爱们 肯定会有一款你的爱 那我最喜欢的就是小佛祖了 所以就把它带回家 那我们看到这种包装的小贴纸 就会先猜啊 是不是帕皮亚的 这个品牌对我来说 最吸引人的部分呢 就是有非常多不同主题的 可爱小贴纸 但是呢 他们家不只是贴纸而已哦 还有出水晶印章 也有便条纸 纸胶带和便利贴卷哦 一个不小心 你钱包就会破个大洞啊 OK 我们看完了最喜欢的文创品牌们之后呢 再一起前进到文具区 拼贴扣门爱用的PLUS痘痘贴 这次加入了新成员哦 是这种更小巧的米豆 小小一个 有四种颜色和两种宽度 分别是6公里和8.4公里 当然它们也有提心 这种集合力可带和双面胶特色的商品 我个人把它列入拼贴圣品的清单当中 那我上个星期才刚补货了这一种 读书时期就很红的立可戴 结果呢 文具展出现这种好可爱好粉嫩的外壳 它根本就逼人买了再买啊 这个质感爆棚的配色是怎么回事啊 想象力是你的超能力 在台湾有将近70年历史的雄狮文具 有奶油师这一个儿童界的知名角色之外呢 这次我看到很酷的新东西哦 这种不规则形状的米辣笔 用糙米加工成百米的时候 会出现的米糠炼制成天然米糠油 再把它当成蜡笔原料 就变成这种环保无毒的米蜡笔了哦 弄成水果礼盒还有冰棒啊 设计感十足 另外他们也把粉蜡笔包装成了 不能吃的长条形糖果 还有这种看起来 很像是日本有在卖的抹茶冰柿 或抹茶巧克力 虽然这个还是不能吃的 但这种软式粉彩 看起来实在是很疗愈 前阵子呢 我们看到了不想工作 只想手做的一支 火漆蜂蜡印章影片 觉得啊 把花花放进去很美 所以就跑来摊位参观了 Happy MP是很着重在客制化文具的品牌 我们这次重点呢 是放在火漆蜂蜡上 目前搭配干燥花的套组呢 有三个色系 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干燥花素材 硬起来就是这样子可爱 还可以搭配现场饭售的各色风辣 就能够做出不一样的呈现哦 另外这边还有各种的火器张头 像这种点心饼干 比较凸一点的类型 都非常特别 我们前一支影片呢 是到台北东区的 风云手作文具房 有提到它是被登堡和每日 共同进驻的文具店嘛 那我们在文具展也看到它们咯 店里面琳琅满目的 蜂蜂印章墙和手作工具 几乎都搬到会场了 甚至还有这一个 买盒子就可以参加的印章装到宝活动 不限时间任你装 不只非常佛心 CP值也相当高 下一回遇到类似活动的时候呢 各位都可以热情的参加一波 整体来说 我觉得今年的文具展 没有去年那种超级涌起的窒息感 只有设计完创意的原创缺品牌比较多 所以有部分时间会进不去 那大致上来说 共感体验是很开心的 以后的文具展呢 各位也随我来报道吧 下次见 拜拜